魏无羡觉得自己病糊涂了 他可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性子 现在居然会觉得有人约束着自己会很开心 魏英 喝水 一声轻患将他从思绪里面拉了回来 一抬眼 便看着蓝望鸡站在自己面前 手中是自己的水杯 温腾的热气从杯口冒出来 化成云雾迷了自己的眼 只要是蓝湛 无论他怎么管着自己 他想他都能开心地上天去 接过水杯 浅尝一口 水温刚刚好 蓝湛 你下午还要去军训吗 魏无羡看着他 蓝望鸡道 你若无事 我便去 话音刚落 他就看着魏无羡猛地倒在床上 一副病弱的样子 连说话的语气都轻了几分 蓝湛 嗨嗨 可嗨嗨 我 我我不舒服 你不要去军训了好不好 就当休息一天 蓝旺鸡 魏无羡的演技真的不算好 但骗蓝旺鸡已经足够了 因为他听蓝旺鸡道 好 魏无羡躺在床上休息 蓝旺鸡则拿着书在一旁玉席 魏无羡支起一个手臂 贵妃躺地看他 大学霸 你看书看不腻吗 蓝旺鸡淡淡道 学无止境 魏无羡被噎了一口 长书一口气 真不明白那书有什么好看的 蓝旺鸡也道 我也不明白 你不看书怎么也能考那么好 自从初中从其他人嘴里知道了魏无羡 他确实有意无意地观察过几天 这人当真把学习没有当回事 能睡则睡 能玩则玩 处处都和他的处事观念相悖 但这人的成绩确实是实打实地展现在那里 不得不叫人对他刮目相看 魏无羡的天赋远在自己之上 魏无羡听完这话一愣 你是在夸我吗 蓝旺鸡 魏无羡黑黑一笑 心中美得开花 其实我也看数的 只不过是在你们看不见的时候 蓝旺鸡好奇 他几乎一天24小时跟他在一起 晚上也并未看到魏无羡打灯学习啊 还有什么时候可以看书 魏无羡见语已经上钩 继续放耳道 蓝战 我看的书可不是一般的书 这种书只适合自己一个人偷偷地看才有意思 还能学到许多实用知识 比你那破课本有用得多 蓝旺鸡道 名字 魏无羡愣了两秒 什么 蓝旺鸡道 书名 魏无羡笑道 你是不是想买 我跟你说 这种书一般途径买不到 二般的途径你也不知道 这样吧 过几天 我帮你搞一本 给你看怎么样 蓝旺鸡点点头 多谢 魏无羡差点就要忍不住笑意 不谢不谢 但愿你看到书还能谢谢我 哟 魏哥 病好了 等着教练集合的时候 苏颖过来搭茶 豪放地勾着魏无羡的肩 让一个刚痊愈的人支撑他的大部分体重 魏无羡用肘打了一下那人的胸口 笑道 怎么 你这表情好像不愿意看到我似的 我哪敢啊 你是不知道 你和蓝旺鸡昨天不在 隔壁班那些女生都不来我们这边凑了 你是不知道少了多少和他们搭讪的机会 魏无羡笑道 怎么 你这是看上哪位美女了 跟我说 魏哥出马 一个顶两 苏颖笑笑 刚想说话就注意到了魏无羡身后来自蓝旺鸡不善的目光 眼神平静但藏着暗刀 心中纳闷自己哪里招惹到了这位大神 被人盯得汗毛直立 苏颖打算离这位冰山远一点保命 结果手刚从魏无羡肩上拿下 那种冰死的危机敢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看蓝旺鸡 那人果然将视线从自己身上转移 看向他处 魏无羡注意到苏颖的不对劲 捶了他一下道 你发什么怠呢 真看上哪个美女了 苏颖呆愣地看看魏无羡 心中被某个想法吓了一跳 忽然又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荒谬 魏无羡 蓝旺鸡他 他话未说完 主角就走了过来 魏英 教官来了 魏无羡没心没肺道 蓝湛你来了 刚刚我们正说你呢 苏颖你想说什么 苏颖惊魂未定 看着蓝旺鸡这张脸 满脑子都是刚刚那个眼神 没 没事没事 就是想问问他昨天也没来 是不是也生病了 魏无羡笑道 没有 蓝湛健康得很 他是照顾我来着 苏颖还想说什么 大热的天却打了一个寒颤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跑 那就好 那什么 教官来了 我先去站队了 魏无羡看着他逃荒式的背影 对着蓝旺鸡吐槽道 这人今天怎么回事 感觉怪怪的 蓝旺鸡淡淡道 不知道 不熟 自从昨天发烧之后 他隐隐对蓝旺鸡有了一种归属感 听他这么说 下意识地解释道 我也不咋熟 只不过这人天生自来熟 跟谁都像认识几十年一样 嗯 一声哨响 全员集合 魏无羡和蓝旺鸡站在对手 苏颖说得没错 自从这二人一来 其他般的女生 有意无意地就向这边看 哪怕站姿再不适合偷看 眼睛却还是努力地争取机会 苏颖站在队伍中 看着二人的背影 犯着嘀咕 虽然说男人的直觉 没有女人那么灵敏 但那种眼神 属实是太奇怪了 像急了他和发小和他 发小对象在一起玩时 其他男生偷看他对象时的眼神 是男性骨子里天生的占有欲 以及对侵犯者的敌意 他也是男生 自然懂这种感觉 不会错 怪不得 怪不得蓝旺鸡这样冷酷的人 居然会欲尊降贵地 照顾魏无羡一天 心中有了主意 他忽然有了一种名侦探的自豪感 这种自豪感甚至超越了他对于发现两个人 这种感情的惊讶 偏头看着其他队伍里的女生 苏颖暗暗想 哼哼 不怕男神是对家 就怕男神是一家 稍息 今天我们学习下一个项目 骑步走 魏无羡趁着教练走到队后 放松式地扭扭搏 动动腿 身后第一排的女生忍不住 发出一声轻笑 听到声音 魏无羡悄悄转身 看着教官走到盲区 对他们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那些小姑娘被他这主动的招呼 惹得纷纷低头 本就晒得通红的脸 此刻更是染了一层颜色 教官巡视着队伍 嘴中重复着 骑步走的要求和姿势 说完两遍 正好转回对手 站在魏无羡拦望机前面 道 接下来 我给你们演示 你们跟着我的动作 自己学习 是 教官做着动作 魏无羡也多了一些 更光明正大松缓身姿的机会 一边抬手抬脚眼神 一边向旁边偷看 蓝湛这个动作做得真好看 又标准又挺拔 胳膊和脚刺刺都抬得恰到好处 像精美手办一样引人注目 不知道蓝湛这个手办 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手 魏无羡 他被吓了一跳 刚抬起脚平衡不稳 差点摔倒在地 倒 倒倒倒 魏无羡听着身后的轻笑 面上丝毫不慌 教官怎么了 教官走到他面前 从下道上扫视他一眼 魏无羡 我刚刚讲到哪里了 这个手臂应该抬多高 抬多高 魏无羡心中一慌 他刚刚一直盯着蓝望鸡看了 谁还在乎这人说的什么呀 魏无羡动动胳膊 心中想着蓝望鸡的动作 抬了个差不多的高度 大概这么高 他说的迟疑试探 教官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他的手臂 没说话走到一旁 魏无羡深呼一口气 刚想落下手臂 就听教官道 魏无羡 道 向右转 魏无羡手落脚起肩 面前从操场上的其他班级 换成了唯一的蓝望鸡 抬臂 手臂应声而起 教官指着他的手臂讲解道 这个高度就是我和你们说的正确的高度 手臂外摆三十厘米 你们看 教官继续说着 魏无羡却听不进去 眼睛自动忽视绿油油的背景 只留下一个侧身的蓝望鸡 他视力很好 一点都不近视 这个距离他甚至能看到顺着他的病脚滑落而下的汗柱 和细长脖梗上凸起的喉结 男性荷尔蒙展现无遗 魏无羡看着他的脸 他的眼睛 他的鼻子 他的唇角 再到他的喉结 魏无羡脑中忽然冒出一个唐突的想法 刚刚落入眼睛的每一处 他都想用自己的嘴唇亲自品尝 这个想法冲动又充满了原始的暴力 魏无羡回过神 都被自己吓了一跳 他不能操之过急 会吓到蓝战的 要慢慢来 反正这些以后都是要蓝战还的 他看上的猎物谁都不能抢 谁也抢不走 蓝望鸡 他志在必得 了吗 我 我